有一些他們會做成 就是母奶香皂 然後他們說母奶香皂 對於那個 比如說像異味性皮膚炎 或什麼有效 那如果我是頭皮發炎 我洗那個母奶皂不會有用嗎 這個大概都沒有醫學的證明 我們臨床上當然不會這樣用 你如果個人有用 當然是可以用沒問題 但是不要出問題 出問題就來找我們皮膚科醫師就好了 那你如果是發炎 你擦擦藥就好了 幹嘛這麼類型 幹嘛用母奶皂 現在也是一個迷思 就是雄性凸 不過吊髮的人頭皮都特別有 所以很多把它相關性就連在一起 我生完之後 我這一塊 這一塊是已經到這邊了 就產後的那個吊髮 這一塊整個吊這邊 後來是靠什麼才把它找回來 歡迎收看健康早點名 今天要來跟你講毛這件事情 OK 毛 頭毛 頭毛的事 我老公昨天早上就剝他頭髮說 老婆你幫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鬼剃頭了這樣子 就是因為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曾經被鬼剃頭 所以他發現有一塊頭髮 真的摸下去那個頭皮是平的 所以他就三千煩惱絲 對他來講是很困擾 因為他沒有禿頭 如果那個開始的話 他就會很沮喪 所以今天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請到了非常多的專家 來跟你講三千煩惱絲的問題 今天邀請他的專業醫師有 萬方醫院皮膚科副教授 蔡仁宇醫師 還有知名藝人御用中醫師 吳明珠醫師 現場當然還有三位 快要禿頭的來賓 第一位是瘦身有成 卻正在為掉髮煩惱的張克凡 第二位是頭髮越來越少的 廖輝英老師 第三位是有禿頭危機的 醫藥記者洪肅清 問一下 禿頭是男人的噩夢嗎 一個人不管長得再帥 如果禿頭的話就很糟糕 這個外型上競爭力就差很多 是… 對… 如果你頭型又是那種扁頭 沒有辦法像Jason那種剃光 有沒有 那很糟 你有擔心過這個問題嗎 我是最近解決完體重的問題之後 現在要開始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克凡 你當時在紅孩兒的時候 你的髮際線是在這裡對不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兩邊啦 我本來就是好命兒兒兒啊 每人間這邊沒有退 是兩邊往後退 這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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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退 對 往後退越退越多 所以我都會有這種有沒有 往前抓 對啊 再騙自己這樣 以前都可以中分這樣 現在沒有那個量中分 所以這個是很多人的困擾 而且男生頭髮凸 女生是困擾的是什麼 是頭髮越來越少 對 就有些女生有沒有 都看得到那個頭皮 對不對 對 是怎樣 妳就是這樣 剛才他們說 妳的頭髮看起來很多 可是那個髮型說 從這邊看就可以看到有頭皮 妳要把條骨的電腦碰碰這樣 對 但是也不少要摳 特別都要摳 OK 那蘇青有掉髮的困擾嗎 是禿頭不是只有男生的困擾 對 我說是他另外一半也很困擾 我那個時候很好笑 我曾經跟我男友說過說 我告訴妳 妳有三件事絕對不能發生 不然妳不能怪我變心 我說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 可是我當時有講錯話是有良心 因為我有觀察過 觀察過他們的家人頭髮都非常旺盛 不論到年紀多少 所以我才講 第一個禿頭走人 問一下蔡醫師 怎樣可以自我檢測說我是有掉髮了 有幾個方式 第一個那每一個人每天會洗頭 如果洗頭超過100根 掉頭髮每天超過100根 那大概就是有不正常的落髮的現象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自己有算嗎 我哪知道為什麼掉超過100根 他是一般會摘的人他就會算 你如果看了量多就會去算 如果量少當然就不會去算 另外一個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臨床上常叫病人抓 大概10根頭髮 這樣拉起來如果超過3根 那就是有不正常的落髮 對 我聽不懂 就是你大概抓個10根 那這樣用力拉 如果拉起來有超過3根 掉了 對 那就是表示有不正常的落髮 你努力 你的頭髮是真的啊 我真的 沒有 那還正常 不是真的 掉幾根 沒有 沒有掉 你頭髮很好啊 對 因為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我們頭髮大概有10分之3在休止期 所以如果3根以內算是正常的 我們頭髮有伸展也跟休止期 如果休止期的話你可以拉得掉 伸展其實拉不掉 因為跟裡面是接的 這樣一拉就掉 不是化療嗎 這個就是化療它會停止生長 所以就很容易拉掉 所以我們就是有不正常的落髮 就容易拉掉 那第三個當然 看有沒有哪個地方凸一塊 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我突然發現這邊 掉一塊不見了 那就是有局限型的掉髮 那就是也是不正常的落髮 大概有這幾種推進 自我檢測一下 我去年的時候 你知道我去年很累嘛 所以我真的有一塊 有一塊那個 像鬼剃頭那樣掉髮 可是我停掉兩個節目之後呢 我就長回來了耶 鬼剃頭本來是90次壓力造成 這個季節剛好要來了 因為是端午節到了 端午節到了是鬼剃頭比較多 蛤 鬼剃頭還有看節慶喔 我就知道鬼月來了 所以是端午節開始 到什麼時候 大概在這個階段 可能在夏天 夏天的時候容易發生鬼剃頭 季節的變化 其實應該是季節變化 我們就曾經遇到過那種 一家人聽過那種 一家人的個案是什麼 爸爸本來就是雄性凸了 就是都本來在稀疏了 媽媽本來也是年紀到了 掉髮就很嚴重 可是因為兒子大考要到 就這一陣時經嘛 就是大考要到 全家人都非常的緊張緊張緊張 結果他們是一家三口 都去看醫生 因為三個都變成 嚴重的配合上壓力性凸頭 掉光光 幾乎掉光 就是說那一段時間 真的就是壓力非常大 可是那如果壓力消除 問題是壓力消除 頭髮會不會再長回來 後來他發現 爸爸跟媽媽長得很少 壓力掉髮是屬於可逆的掉髮 壓力造成掉髮 壓力解除了 頭髮就當然會長回來 只是說它長回來沒那麼快 你掉可能一秒鐘就掉 那長回來可能好幾個月 才會長回來 所以蔡醫師 你是不會禿頭的男性對不對 我會啊 因為我們家有禿頭遺傳 頭頂還是有點少的 有啦 有點少的 這是可容忍的範圍啦 百會穴這裡 有有點少 所以你將來會從這邊凸掉對不對 對 會從中間稍微空一點 然後中間就沒有頭髮這樣 所以越來越少 我們幫你做了一個電腦模擬圖 看一下你將來的樣子 沒有啦 真的有嗎 真的有啊 有啊 回去做一個啊 不過美人 我跟妳講 妳說那個鬼剃頭 不是只有在壓力性的 我們像我最近是一個 一個十歲的 一個才兩歲的小朋友 他也是鬼剃頭耶 兩歲的那我這邊壓力 我們要鑒別診斷 到底是沿途還是說 它是長癩的 掉髮 對 因為是新鮮啦 對 臭頭啦 臭頭 他沒有啦 他沒有臭頭 但是他在做那個 就是氣喘的那個治療 有在噴那個淚骨喘 然後又有異味性 所以他吃了很多的 這種藥 所以這個部分也會造成它 我想說 妳頭到上面那是 我本來以為它是長東西 然後掉髮 我看一下 編制我問他媽媽說 這個一個白白的耶 那個應該算是比較特殊的情況 一般兩歲小孩比較少對不對 小孩子本來就比較少見 但是還是有啦 還是有 但是小孩子說實在也沒什麼壓力 媽媽也說沒壓力 但是就是有這種 這種案子出現 其實要做一個 健康節目的主持人 人生經歷要很豐富 不然你去哪裡找一塊頭皮 是完全沒有沒有長的 對不對 話說那一年 大概就是二十年前 出了那場車禍 我整個這邊的頭在地上撞了 然後後來種一個大雪包 爐外出雪這樣子 對 之後那個雪包消掉之後 這邊就一塊 就是妳說的工廠已經整個 八橫性吊法對不對 就磨掉了對不對 像克帆這種是什麼性吊法 它是哪一種 它一看就知道 其實我們吊法 邊常常分為三大型 一個就是 局部的吊法 比較像顏心吐 另外就是西數的吊 那一般是女孩子會這樣子 另外一種叫形態的吊 就一看就知道它是雄性吐 就像這個錶 你雄性 你至少確定這件事情 它雄性吐 它就一定的形態 一看就知道了 它分為七個型 最厲害就像蘇貞昌這樣 那第一起就是開始往裡面吊 就一個M字型跑出來 對啊 那像那個 克帆是第一還是第二 你看看是第一到第二之間 有點往裡面退 那如果退到耳朵前面 就第三起了 耳朵前面 對 耳朵 這三角已經退到耳朵 你還沒有 克帆 你還有一點點的空間 是喔 一點點而已 所以它大概在第一第二之間 如果再繼續的話 就後面開始空了 就第四了 那如果後面都空了 前面也空 但一個橋樑沒有斷就第五 像以前打網球那個阿格西 阿格西 如果這個橋樑斷了 像一個U就第六 如果U再擴大 就最後了 三位來賓 問你們一個問題 請問除了雄性凸之外 傳說中造成掉髮的 一束霸霸款 請問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一 經常性的染燙頭髮 會造成掉髮 二 過度壓力會造成掉髮 三 常戴帽子或安全帽 會造成掉髮 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請舉牌 我們請蔡醫師給我們公布答案 答案是二啦 一般大部分的掉髮 除了遺傳以外 就是壓力造成的 很大部分是壓力造成的掉髮 常戴帽子跟安全帽不會造成掉髮 這個是會造成頭皮的發炎 頭皮屑會增加 不是造成落髮 第一個 染髮 染髮那個容易 燙頭髮都容易掉髮 但是那個掉髮不是掉髮 是斷髮 是頭髮斷裂 有時候你傷到髮子 它斷掉了 不是從裡面掉出來的 所以那個是這樣子的 那廖老師你戴多久要染燙一次 三個多月 你如果不燙頭髮就默默對不對 對 就很難 就是很容易看出你的頭髮 尤其自己洗的時候 洗完擦乾的時候 這邊是空的 差不多 冷冷這樣 通常講說吹風機的那個 還有電腦那個電子波 會不會造成影響 不會 不會 其實有些以前還有機器 是用電子波來刺激頭皮 長頭髮的 所以反正電子波 會刺激頭皮長頭髮 只是那個公司現在倒閉了 不然證明沒有用 沒有效 我以為你想說 後來證明只要手機那麼多 手機實施放在這裡 手機會不會影響說 有人講說會掉黃會嗎 不會啦 不會 長綁頭髮會不會造成掉吧 長綁會掉 因為它是拉力 常常拉 如果你頭皮的毛髮的毛根 不夠緊固的話容易拉掉 這個有些叫 就是 不一定每一個人綁都會掉 你就看一些黑人的 那些小女生就知道 她常常綁就是這邊會凸一塊 那叫拉力性的掉髮 OK 那只要不繼續拉 它就會回復對不對 對 它就會回來 但是你如果綁個10年 20年 或許那個地方就出了 就工廠也沒了嘛 對不對 對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說法 要常換洗髮精 有 有 沒有耶 不可以固定用一個牌子 都固定用一個牌子 而且每次都跟我們說 像我們這種很會出油的人 他都會跟我們說 你們不能用二合一 然後一定要先用洗髮精 然後再用潤絲 我想說那我用了洗髮精 再用潤絲 跟我直接混在一起 又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不行 而且還跟人家說 你不要一直用這個牌子 你們要多換 不然會 我想說那又怎樣 還有這種這種作法 有種洗髮精是 阻塞毛細孔是不是 然後毛狼長不出來 這個很多迷失了 其實毛細孔阻塞 不是掉頭髮 是長青春痘 大家要搞清楚 因為塞住的是 是皮脂肌複滅不長 毛狼是在下面 這跟毛狼沒有關係 所以洗髮精要常換 是為了頭皮屑 為了頭皮 不是為了掉頭髮 所以大家會把它搞混 常換對頭皮屑有幫助嗎 因為我們頭皮上面很多細菌 黴菌 那也常用同一種會產生抗藥 量會增加 量增加就刺激頭皮 頭皮就發炎 發炎就產生頭皮屑 就產生子頭性皮膚炎 這個跟掉髮是沒有關係 不是說洗髮精裡面含一個什麼 就會不好 細臉 是不是 那個就會不好的東西 那是對環境嗎 那個都是荔皮什麼那些 都是針對那些皮屑牙包菌 那是治療頭皮屑 跟落髮是兩回事 所以沒有影響對不對 沒有 可是雖然我沒有頭皮屑 可是我都會選那種 要用的抗頭皮屑的 因為他們說 那個對於背上的那種 小痘痘很有效 對 那是針對黴菌的痘子 還有汗斑才有效 因為流汗 我們的黴菌量增加 就產生一些 黴菌性的毛狼 你是洗髮精來洗乾淨嗎 不是 你洗髮洗洗 沖沖它就會流下去 這樣不就有預防它那個 黴菌在背上滋長的作用嗎 對 那你本身就容易流汗 對 超會流汗 談說說治療禿頭的偏方也不少 哪一種有效 OK 我們來看一下 避孕要磨成粉洗頭 用母奶擦禿的地方 用生薑辣椒擦抹禿頭的地方 不是 我們都要禿頭了 我媽還有奶嗎 用妳太太的奶啦 妳太太的啦 第一次 都沒笑 OK 請舉牌 什麼 用生薑辣椒擦抹禿頭的地方 OK 好 大概都覺得都沒笑 好 我們問一下蔡醫師 對 應該都沒笑 好…都沒笑 好不好 不要再找妳媽要奶了 OK 然後妳喝一個樣 我真的有聽說第二樣耶 生薑沒有用嗎 他們說男生要長胸毛都塗生薑啊 而且還有人用生薑做洗髮精 對啊 對 它那個刺激促進循環 因為一部分的理論是認為 循環不好造成弱髮 對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來弄 但是我們如果 弱髮不是循環不好 當然要針對是哪一種弱髮 弱髮是幾十種病 或是幾百種病 你要是針對雄性突是沒有效 其實這樣題目應該講說 對雄性突啦 那妳如果是對一般的弱髮的話 其實擦什麼方法都有效 因為它本來就會長回來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二號那個母奶 因為現在有一些 他們會做成母奶皂 就是母奶香皂 然後他們說母奶香皂 對於那個 譬如說像異味性皮膚炎 或什麼有效 那如果我是頭皮發炎 我洗那個母奶皂不會有用嗎 對 這個大概都沒有醫學的證明 我們臨床上當然不會這樣用 那妳如果個人有用 當然是可以用沒問題啦 但是不要出問題 出問題就來找我們皮膚科醫師就好了 那妳如果是發炎 妳擦擦藥就好了 幹嘛這麼類型 幹嘛用母奶皂 現在也是一個迷思 就是雄性突 吊髮的人頭皮都特別有 所以很多把它相關性就連在一起 事實上 這兩個基因是常常在一起 所以一般雄性突的人都是比較有 其實油性它不會造成吊髮 但是因為你壓力造成出油量增加 壓力造成吊髮 那你油性解除 壓力解除 其實頭髮就不能長出啦 其實這個不是 它不是屬於雄性突這一部分 OK 好 再來問一題喔 請問 預防禿頭 想要預防吊髮 下鏈哪一種食物 不能碰 OK 好 我們看一下 選一個 一 二 三 我覺得應該都能吃吧 沒關係 那你是第五喔 都能吃是不是 我是五 都能吃 我覺得我可以選一跟二嗎 我覺得太鹹的東西跟太辣的東西都會掉吧 都會掉吧 OK 那廖老師呢 麻辣鍋吧 麻辣鍋又辣又鹹嘛 對… OK 好 蘇晶 都能吃 因為都不會掉 都不會影響對不對 好 問一下蔡醫師 對 還是不會有醫藥記者 都能吃的 都能吃 好 對 可是中醫有不同的說法對不對 對啊 因為在中醫來講 它就有跟這個牽涉到 雖然你在頭上長頭髮對不對 可是它跟身體還是有關係 五臟六腑 氣血 陰陽 它也是有關係 所以你吃進來的 就會影響到你的頭皮的什麼 分泌 所以說我們會覺得 第二個麻辣鍋是 千萬如果你正在掉髮的時候 不建議吃的 是比較這樣子 那如果是滷肉飯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蔡醫師有提到 如果說你的皮膚 或者是頭皮是屬於壓力性的 然後又是容易出油的 那在中醫這個部分 它也是屬於 有一個專有名稱叫乾 就是乾育氣質的 那氣質或者乾育的時候 就讓你這個血呢 循環到你的頭皮上面的 氧氣量 血氣量不夠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建議說 就跟那些水管 或者血管裡面的髒東西 蠻多的 那你還要吃那些 這個會讓你的鹹份 糖分很高的這個東西 來阻塞它的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毛囊的這個發 這個怎麼樣 發育 我覺得是不是中醫 五臟六腑跟毛髮有關的 是哪一個器官啊 其實都有 那可是在古書上面寫的 都是比較偏向什麼 血魚 頭髮就是血之魚 就是 所以那個氣血不足的 譬如說腸後這個部分 那這個一定可能會長出來 可是如果你都一直不理 這個氣血的問題 它就會什麼 它就長不出來對不對 對 每人一定有碰過嘛 有 我跟妳講 蔡醫師 我生完之後 我這一塊 這一塊是已經到這邊了 凸 就掉 產後的那個吊髮 這一塊整個掉這邊 後來是靠什麼 才把它長回來 就是氣血 你不要笑 真的我吃紅浸 吊不辣又回來了 還是說我只要坐完月子 它就會回來 對 認成的就是懷孕生完孩子掉髮 是可以再長回來的 對 它是屬於壓力掉髮的一種 它是休止期突發的一種 可是你不理它 它就是一直在這個地方 不理它也會長回來 就是長得比較慢 或者是根本就在那裡 你不要這樣講 你給成步一點福利嘛 你就說一定要吃紅浸腸素 是不是 還有 老人家的 它這個除了氣血之外 就有什麼 腎氣的問題 對 腎氣 腎氣 髮之滑就是我們就是腎的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年輕人的 他其實你越補他越糟糕 有時候我們在臨床上 會有這樣子 有時候去菜醫師那邊 或者是西醫皮膚科 看了三個月以後 他覺得怎麼還在那裡 尤其是那種原兔的病人 就是那個鬼剃頭的 有一個病人我還記得 他來的時候是原兔的這個面上面 上面一點一點的紅紅的點 我說你會長嗎 說不會長 我說那你是怎麼會要紅紅點 他說因為那個皮膚科 醫生在我上面直接打針下去 所以看起來就好像 有一個傷口在那邊 後來我就說 那你後來到底有沒有長 他說有長就不會來你這裡了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給他 用身體整個來調 大概兩頂派就開始 為什麼圓形凸要在那個地方打針 它是打類固醇 圓形凸是屬於自體免疫 自己的細胞來對抗毛狼 所以打類固醇 把那個自體免疫消散 就是意識那個細胞過來 那圓形凸它本來就是會長回來的病 當然是90 所以你不管怎麼治療 它也會長回來 各位考生注意了 接下來這一題 那項鍊哪項 對頭髮的迅速是錯的 1 市面上所謂的森髮洗髮精 其實對森髮是沒有用的 2 抽菸喝酒容易造成掉髮 3 男生因為後的毛關係 比你身容易有凸頭 哪一個是錯的 好 1 2 2 我們看一下標準答案是 答案是第二 2 哎唷 蘇青 你一定要記者耶 你竟然輸給廖老師跟刻板 我就是用那個 因為第一個部分是 為什麼會覺得有用呢 是因為現在確實有一些 是有用的成分 不過它其實可以防掉髮 可是防掉髮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有點生髮的感覺 我覺得還是要給大家一點信心 這有些真的是有效 它只是防掉髮 它不是幫助你生髮 你已經掉的是生不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那二是因為抽菸喝酒其實 其實它只 第二個是對一半 因為抽菸有些人它會造成掉髮 那喝酒是不會啦 對 那抽菸有些統計 像英國跟我們台灣自己也有統計 就抽菸有某些別人會 掉髮量會增加 第三個是因為我們的雄性兔 還是是塗髮裡面最常見的 那雄性兔是因為男性荷爾蒙 造成了 那女生的男性荷爾蒙偏低 那如果像克凡我給他打一點 女性荷爾蒙是不是會好一點 對 理論上會好一點 好 解凱 對 真的假的啊 其實我們現在吃了雄性兔 就是把男性荷爾蒙壓下來 壓低的話 相對女性荷爾蒙就相對提高 所以有些婦中就變成 男孩女乳症嘛 就有些變化出現 所以我就要長乳房了 為了長頭髮 然後而且會養胃是不是 會養胃是不是 有一部分 就差不多剛剛講1%嘛 1% 所以我們女生那個多郎性軟潮的時候 那個男生的荷爾蒙就高上去的時候 就圓頭髮都... 對 越來越頭髮 可是他別的地方多毛 腳毛就變很多 就是上面掉毛 男性很會造成凸髮 但對那個腳毛是會增加 所以這是醫療上的一個 不只腳毛 我看有沒有有就那個病人 有人身上 就應該講說體毛 身上體毛 那是一個矛盾現象 一般你注意看凸頭的人 他呼吸特別多 他那個呼吸 因為他是刺激呼吸長 但是對頭髮是抑制他長 凸頭的人反而呼吸會多 對 好 我們再問一題 市面上關於建法升法的廣告 滾針其實衛生署在那邊通過 這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正規的療法 它意思應該叫做美塑療法 美塑療法 那在我們世界的執法年會 也是有這方面的報告 那這些專家 呼吸的結果認為說 不知道有沒有用 所以目前是沒有定論 那雷射光目前也是沒有定論 事實上美國FDA是通過 雷射光可以照頭髮 但是它只是通過說它安全 那有沒有長頭髮這個部分還是有爭議 所以將來可以看到市面上這種滾針 或是說雷射的療程會越來越多 頭髮增加可能一點點 那口袋的潛可能損失很多 那時候 問題是有效沒效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一個 嚴謹的醫療的統計 所以 這好像會痛 而且你放進去的一些成分 也都沒有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這些配方都不一樣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科學的 所以變成有點像偏方了 但是所以現在也沒有法可以管 我之前看過最可怕是那種什麼 剝頭皮的你知道嗎 他們可以現場示範 我剝頭皮那個是剛剛講的一個迷思 就是說你毛髮堵住了 所以頭髮長不出來 那一把剝皮 讓毛髮長出來 其實雷尾人有到這個頭髮的 整支毛也花不太多 建髮水每月一千到兩千 頭皮護理療程 什麼頭皮針 穴位按摩 到 我沒有看錯 五萬到十八萬 他們有那種什麼頭皮SPA有沒有 SPA抓到頭皮去了 然後頭髮的皮維他命 每個月兩千 頭皮雷射八千到一千五 抗吊髮的保養品一千到三千 第一項 第五項我都有啊 然後偶爾去做一個五千 所以趁著我們還有頭髮的時候 要多做一些穴道按摩對不對 吳醫師盡量教我們一些穴道按摩 對啊 避免我們常常要擦壓不太好 好 怎麼做 那我們知道頭皮跟我們的頭髮 的健康很重要 它也是我們腦袋長頭髮的一個什麼 人家說頭髮是腦之滑 跟我們的腎之滑是一樣的 那我們現在還從這個穴道來找 找一個基點 要這個百會穴 這個兩個耳朵交叉到你的鼻子 我們就先把鼻頭找到這裡 有沒有 交叉了一個點 後面一點點的地方 是我們的百會穴 這個百會穴一按的時候 你會覺得痠痠痠痠的 中醫講說這個百會穴什麼 所有的陽脈都要什麼 都要上我們的頭 所以這個百會穴 對這個我們按摩的時候非常重要 不是只有按 你按的時候 你還要什麼 舒髮按它 我們先把穴位先找出來 這個是百會穴 然後往前面 鼻頭上面這裡一個 我們就叫個髮劑 髮劑這個有我們的 所以這一條你一定要按到 對不對 從旁邊往這邊下去 耳朵這邊 耳朵上面這邊有一個角孫穴 就是這裡 對上來這裡有一個角孫穴 這個地方也要按到 然後就從後面按到我們的這裡 有一個遺風穴 所以你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酸酸的 有沒有 這裡剛好是很酸上 然後對 那我按這裡一定會酸脹 那我剛剛不小心摸到 我覺得那個 你的頭皮怎麼這麼緊啊 對啊 頭皮好硬喔 好像去摸到你的骨頭 是 不然頭皮是怎樣 有鬆鬆的嗎 要鬆鬆的 然後稍微有一點點這樣子 像你摸到你這裡的皮膚這樣子 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的都是很緊繃的啊 你太緊了就壓力很大耶 你年紀大一定會掉髮 不會的 真的啊 你看 頭皮不是都這樣嗎 哪有 哎呦 你更硬了 這上面 那你 機會更大囉 不過它在這裡 旁邊這個地方還比較好一點 不過這個地方真的很硬 然後按下來 我摸一下這裡 你有些地方是水水的耶 軟軟耶 水腦了嗎 不是 這個膠質循環不良 裡面有一點水的感覺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多加按摩這樣子 所以按摩的時候 你當然就是 我剛剛說的穴道對不對 從前面用梳子梳下來 那我們的五爪梳也可以 這樣按下來 梳下來對不對 梳下來 用我們的脂腹梳下來 不好意思 把你頭髮弄了 沒關係 梳子也可以 梳子也可以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按 按的時候 按到頭皮進去對不對 按頭皮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邊感受你的頭皮的那種 那種感覺 有些地方特別緊的地方 就是你的壓力特別低的 這樣把它弄鬆一點 有沒有 很舒服對不對 很熱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家裡 家人之間互相幫忙按 有時候你看電視的時候 也可以按 或者在等捷運的時候 沒事的時候 伸進去 扶爪弓 按 然後感受哪個地方最緊的時候按 所以頭皮要鬆是健康的 對 你好緊喔 我頭皮真的很緊耶 那個地方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你那種頭皮 它軟軟的耶 它很軟喔 我來我看 我身體好 但髮量很少 可是你這個不是軟軟 你這個是有水啊 你又好不涼啊 剛剛才說 剛剛才說自己身體好 我又把你最近太晚睡了 所以各位可以在家裡 自己做這樣子的這個按摩好不好 就是剛剛講的 從耳朵上來這邊一條線 然後加鼻子這樣子過來交叉 這個就是百蕙穴 然後就是這一條往下面 一直按對不對 還有這兩邊 耳朵上下這邊都要上去 是 所以你梳頭的時候 上下梳左右梳 然後順便後面敲一敲這樣子 這個有沒有長頭髮我不知道 可是這樣按一按 真的是比較 神清氣爽對不對 比較真的是比較舒服 舒服很多 我每個禮拜都要自己按一按 然後還要去給它 抓一抓對不對 OK 好 非常謝謝今天來賓 跟我們的熱情討論